尿酸是人体的代谢产物 一般来讲 正常人体内的尿酸有1200毫克 每天新生成大约600毫克 同时排泄掉600毫克 处于平衡的状态 但是 若是尿酸排泄机制退化 就会导致尿酸沉积体内 形成尿酸结晶 造成痛风 甚至痛风 造成风性肾病 研究显示 尿酸高的人约有10%会引起痛风 病程较长的 1%左右都可能会导致肾脏病变 甚至会造成死亡 尿酸开始超标时 上厕所会有三种迹象 占了一个都要小心肾衰竭 迹象一 出现尿贫 尿急 尿痛 尿酸升高时 就会有尿酸结晶的出现 一些细小的泥沙样子 尿酸结石容易随尿液排出 而较大的尿酸结石会引起肾脚痛和血尿 并发尿路感染 使人体出现尿贫尿急尿痛的尿路刺激症状 迹象二 尿液泡沫经久不消 正常来讲尿液是成清澈或者淡黄色的 尿液当中即使有泡沫也会很快消失 但是如果出现经久不消的泡沫 这是尿液中含有肾脏代谢不完全的物质所导致的 这表明肾脏有了明显的问题 迹象三 企业次数增多 随着尿酸水平的升高 病情的严重 肾脏的浓缩功能也会受损 导致液尿增多等情况 在晚期 则可发生慢性肾功能不全 表现为水肿高血压 血尿素淡和鸡肝升高 常言道 病从口入加速高尿酸的六种食物 如果你一个都不爱吃 肾衰竭会离你更远 食物一 红肉类 红肉类食物包括牛羊肉猪肉等 这一类的食物都属于高票令高脂肪的食物 这样的食物摄入体内会引起肥胖 加快痛风进程 还会诱发三高等基础慢性疾病 对于高尿酸的控制更加不利 而临床发现在中国 很多痛风患者都有吃大量红肉的习惯 建议大家在痛风急性发作期 不应该使用红肉 缓解期时 每天平均的红肉摄取量 应该控制在50克以内为一 食物二 果汁酒水 不管是啤酒白酒还是红酒 只要是含有酒精 就会使人体内的乳酸增多 开始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 就会导致体内尿酸不断的升高 除此以外 果汁饮料也是升高尿酸的重点食物之一 研究发现 一罐含糖软饮料 会让女性痛风的风险增加70% 喝两罐以上 痛风的风险同样会增加2.4倍以上 食物三 鸡精等调料类 并从口入这句话不无道理 除了生活当中常见的食材 调味品也是升高尿酸的一个途径 就像酵母粉和鸡精 都属于高票令食物 每100克酵母粉含票令559.1毫克 每100克鸡精含票令500毫克 所以高尿酸的患者在炒菜的时候 最好不要放鸡精等调味品 尽量地保持食物清淡 食物四 海鲜 海鲜已经明确是高票令食物了 如白带鱼 沙丁鱼 多春鱼 海参 生蚝 鱿鱼 墨鱼 小鱼干等等 不要为了满足嘴巴而苦了自己 所以对于海鲜类食物最好不要多吃 尤其是急性发作气 更要学会忌口 食物五 浓汤 不少人都习惯喝高汤来补身子 但是像猪骨汤 牛骨汤等浓汤 里面乳白色的汤液都是从油脂乳化而来的 里面油脂含量很高 大量的摄入会导致代谢异常 此外 票令还易溶于水 食物中的票令融入到汤当中 会使得汤汁中含票令的水平升高 加速高尿酸 食物六 动物内脏 动物的内脏 比如动物的肝肾 都属于高票令食物 按照100克来计算的话 鸭肝当中含票令301.5毫克 鸡肝含票令293.5毫克 猪小肠含票令262.2毫克 因此高尿酸患者对于这一类的食物 一定要少吃 甚至是忌口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